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这么11条新闻,大约是10条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关于埃及的外长现在到俄罗斯来访问 那么布林肯还让埃及的外长给俄罗斯带了一个口信 这个口信是什么呢 就要求俄罗斯立即停火撤出乌克兰 这样的口信带和不带能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难道说美国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吗 另外乌克兰的外长今天公布说 很快他们会接手第一批坦克 第一批坦克会有120辆到140辆 还有呢就是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的新闻秘书啊 说他们乌克兰呢 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呢 他们会攻打莫斯科 这就是找事啊 那么俄罗斯方面都有哪一些消息呢 现在美国以及西方就给乌克兰的军员升级 那么俄罗斯的企业家呢也坐不住了 有俄罗斯的企业家呢 要给俄罗斯前线人员发奖金了 说如果说谁能打掉一辆爆二坦克的话呢 就给奖金50万人民币啊 他说的是卢布 但是呢我给他折换了一下人民币 相当于50万人民币 那么这个呢就凸显了人家俄罗斯呢 也是上下一心的 另外呢俄罗斯的民间也有声音 在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的门前啊 每天都有俄罗斯的民众在那里示威游行 他们打出来的口号呢 就是美国是恐怖主义国家 还有人呢打出来横幅说 建议给华盛顿扔原子弹 好第二方面的消息呢 前两天不是Boris Johnson 就是英国的前首相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他就说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前 他和普京呢在通话的时候 说普京当时的时候就威胁英国 说英国如果是支持乌克兰太过分的话呢 那么英国就有可能会吃导弹 那么今天我看到有报道呢 Boris Johnson又说了 他预言很快英国就会和俄罗斯正面冲突 而英国的有一些议员呢 也是发出来同样的声音 是主张和俄罗斯正面冲突 昨天的时候呢 我还跟大家说了哈 北约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他又说呢 北约将会很快和俄罗斯正面冲突 那么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发生在日本和韩国 就在昨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国防部长乘坐末日飞机到韩国 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啊 这个信号呢 就是美国是有可能启用这个核武器的 同时北约的秘书长也来到了日本 开启对日本的访问 那么北约秘书长还有美国的防长 同时来到了半岛地区 来和日本和韩国讨论军事合作 这个目标是对着谁的 我们再联想一下前两天的时候 日本呢再次的重申 关于北方四岛的主权问题 那么很显然 美国以及北约的这个动作呢 也是指向俄罗斯的 当然了 同时他们也会对朝鲜 形成一个威慑的作用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中东的局势的 前两天的时候呢 伊朗不是遭受到了大规模的轰炸吗 他们有六个省多个目标 受到了轰炸 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呢 美国方面表态说他们没有参与 那么以色列呢 并没有表态 但是以色列的防长今天说 美国应该和以色列 在对待伊朗这个问题上 态度 立场 做法都保持一致 下一条新闻呢 是和中国有关了 和中国间谍有关 直接和菲律宾有关 今天有新闻报道说 美国说呢 很快将要和菲律宾来讨论 军事基地合作的问题 美国希望能在菲律宾 恢复对四个军事基地的使用 那么中国外交部对这件事的回应呢 是说这件事呢 对于中非关系 是关系重大的 会影响到中非关系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菲律宾的总统呢 在不同的场合 反复的强调 菲律宾不会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选面战 那么这个军事基地的问题 菲律宾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会拒绝美国的这个谋求吗 因为上一次 菲律宾的总统到中国访问之后 回到菲律宾 就把当时新任的这个参谋总长给替换了 被替换的参谋总长呢 之前是非常亲美的 也是那个参谋总长和美国在商谈 恢复美国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这件事情 那么本周美国和菲律宾来商谈这些事情 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会密切关注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俄罗斯啊 俄罗斯公布说呢 自从欧冲突以来 西方 美国 欧洲 从俄罗斯的市场撤出来 那么腾出来的85%的市场 现在已经被中国填补上了 俄罗斯的意思是说呢 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呢 因为中国填补上 所以呢 对俄罗斯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俄罗斯方面公布的第二条消息呢 是说俄罗斯呢 建立了第一支人民币的投资基金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金融 所以呢 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乱解读啊 就是让大家说呢 俄罗斯成立了第一支人民币投资基金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 好像的意思是说呢 成立这个基金会吸收人民币投资 就是说人们可以用人民币来买这个基金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有懂行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留言 你说我理解的对还是不对 另外一个呢 也是俄罗斯公布的 俄罗斯说呢 现在俄罗斯和伊朗联合 搞了一个结算平台 那么这个结算平台呢 可以用卢布结算 可以用伊朗的货币结算 也可以用其他的货币结算 就是一切的非美元的都可以啊 那么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啊 因为今天早晨的时候呢 有一个网友啊 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他说呢 你看看这个链接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哎 我看了一下呢 它是一个英文的一篇文章啊 那上面就是说呢 说中国第一次在网络上启动了加密货币 说这个加密货币呢 是在一个叫原配group那上面进行交易的 说一元等于0.07加币 也就是说一元等于7加分 然后呢 下面有好多人的留言 说他们一天呢 就赚了好几千呀 等等等等啊 如果你恰巧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或者是报道呢 我希望你也要小心啊 我感觉这个呢 是和数字人民币没有关系的 这就是一个骗子 这是一个骗局 什么原配group啊 就是完全是和数字人民币没有关系的一个加密货币 或者说呢 压根就不存在这个加密货币 它就是骗人的 一定要小心哦 下一个新闻呢 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 他们过春节的时候呢 搞的这个春节活动啊 澳大利亚的总理 阿尔巴尼斯也参加了 而且呢 阿尔巴尼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他所系的一条领带呢 抢尽了风头 那他这个领带是一个红底 白花的领带 那么这个花呢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白兔 现在在TikTok里面呢 就是阿尔巴尼斯 带着这个小白兔 红底领带的这个视频呀 在TikTok里面火了 那么在这视频里面呢 博主还问这个阿尔巴尼斯 说你这个领带 是和中国年有关系呢 还是和澳大利亚的 兔橄榄球队有关系 因为澳大利亚呢 有一个橄榄球队呢 他的名字就是兔 那么阿尔巴尼斯呢 很明确的回答说呀 我打这个领带呀 是精心设计过的 就是特意为了来参加 这个活动的 而且呢 我这个底色是红色 就是中国红 而这个小白兔呢 就是中国这个兔年 这是我在今年春节 中国以外的国家领导人呢 对于中国年最有心的一个 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 阿尔巴尼斯 加拿大的总理小土豆也不错 分别用普通话和粤语 问候中国新年快乐 好下一条新闻呢 是接着我昨天所说的一个新闻 昨天我就说呢 中国四川出台了一个生育政策 啊就是呢 生孩子的时候啊 只要是有母亲 有父亲 不需要有父母的结婚登记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私生子也是可以的 未婚先育也是可以的 就是啊 生孩子不结婚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 我看呢 在全世界引起来了关注 我看到美国之音呢 还特意也发了一篇文章 啊就说呢 中国的这个政策呢 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呢 单身女子也可以通过试管婴儿也来生孩子 就是说呢 没有父亲也是可以 这个问题我昨天在说这事的时候也提出来过啊 是不是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咱们的宝岛台湾的 那么我看到今天有一个重大新闻啊 就是台湾所谓的立法院的院长由西坤呀 到美国去访问了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看到美国的前印太司令部司令到台湾访问了 请注意啊 他是前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他现在呢 是美国的一个智库的一个研究员 他和这个智库的另外的六名研究员到台湾来进行访问 同时呢 还看到了杰克在今年的大选之后 选出来了一个右翼的总统 那么这位总统呢 是非常反华的 他当选之后和蔡英文通话 并且表达说呢 要和蔡英文面对面的进行会谈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都表明了蔡英文当局 他往台独的路上呢 是一去而不回头 但是这两天 蔡英文的一个任命啊 却让人有点费解啊 这是什么呢 就是蔡英文任命了一个海基会的主席 他以前就曾经是海基会的 他是国民党的 曾经还被民进党称为是老蓝男 那么他被回国海基会 人们就猜想说这是几个意思啊 难道说两岸要开启对话了吗 但是我看到台湾方面很多人呢 觉得这不可能 尤其是张亚中也出来说话了 张亚中说呢 只要蔡英文还秉持的是这个台独的立场 你就让谁来出任海基会也是没用的 好下一条新闻呢 我在刚才呢 今天第一个视频里面呢 也提到过啊 就是1月31日啊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通报 就通报了说呢 检察机关依法分别对辽宁省大连市原副市级的调研员徐从奇 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苏敬忠 湖南省湖南省湘湖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傅国平 湖南省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用文决定执行逮捕 那么这里面呢 其中这个徐从奇啊 他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退休了 退休已经八年了 仍然被调查被逮捕 这个显示了中国政府反腐的决心 之前的时候我记得呢 就是在对内蒙古煤炭这个行业反腐调查的时候 当时就提出来说呢倒查20年 这就让我想起了刘燕平 我记得那会儿他到美国去到郭文贵他们家的时候呢 郭文贵把他们俩谈话录音放出来 我记得那里面的内容就是呢 刘燕平跟郭文贵说呀 说哎呦我一个马上就退休的人了哈 说我来找你来谈这件事就非常有诚意的 啊我本来也可以不管这事呢 我很快就要退休了啊 我就安全退休啊 就高枕无忧啊 根本就不是啊 你退休之后呢 甭管是多少年都照样会把你给抓出来 好最后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辉瑞神药的 那么辉瑞神药呢 在中国前几天掀出来了一个波澜 那就是呢 辉瑞神药没有被纳入中国的医保 那么辉瑞的CEO呢 当时是非常的不甘心 不断的爆内幕啊 一会儿就说呢 辉瑞愿意降价 一会儿又说呢 中国的谈判人员啊 杀价杀得太狠 一会儿又讽刺啊 中国的谈判人员呢 好像是说呢 把自己啊 放得很低 竟然和穷国来进行攀比啊 不断的进行爆料呢 企图呢 想对中国政府拉仇恨 但是中国人民呢 并没有买账 中国人民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官员 那么这是辉瑞神药啊 在中国的这种状况啊 那么当时的时候呢 中国就有很多人提出来 说你这个神药如果管用的话 为什么你美国死那么多人呢 那么今天我这个视频 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今天这个纽约时报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来说了一下 为什么辉瑞神药 在美国推广不起来 请注意啊 首先呢 他就肯定了一个事实啊 就辉瑞神药 在美国是不受欢迎的 医生在开药发生的时候呢 就不开这个神药 这篇文章就是在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他就说呢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美国的那些医生 他们不认辉瑞这个神药 他们认为辉瑞这个神药呢 它的副作用 它的风险太大 那这篇文章就是说呢 说这些医生啊 就太保守 说什么药啊 他都有他的利 有他的弊 只要是利大于弊 医生就应该用 说在对待辉瑞神药 这个问题上呢 美国的医生就太保守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说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呢 这就是共和党的推动 说在民主党掌权的这些州呢 辉瑞神药用的呢 就明显的比共和党掌权的那些州要多 也就是说民主党在推这个辉瑞神药这方面呢 比共和党就更有利一些 你看啊 从这个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这就是赤裸裸的资本推动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哪里了 把人民利益放在哪里了 对不对 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呢 不能够忽略他的那些个毒妇作用 不想让他们的病人冒险 这都能受到抨击 啊 然后呢 就是共和党不推神药 也能够受到攻击 而不说共和党为什么不推着神药 民主党为什么推着神药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